邀請到寶城國際 寶城工業 寶城他是台灣很大的上市公司 各位的鞋子 基本上全球來講 五分之一 五雙裡面就有一雙在他們做的鞋子 但是如果是Nike的話 大概幾成以上 可能六七成以上吧 都是他們做的 佔大部分 今天邀請寶城工業 寶城國際集團 Nike事業部 他們是屬於 因為公司集團很大 他們是專門屬於Nike事業部 兩位人資的儀館 來幫我們 來跟大家講 現在還在處理這個機器 其實不是他的問題 是我們連線的問題 湯英美 湯小姐 他們是管理師 第二位是周琳 周管理師 他們在這方面來講 其實是 因為保存很多的集團 就是說 他的工廠或產能 其實在東南亞其實還蠻相關 但其實不是只有東南亞 而且他們業務也不是只有做協 是這一個步驟的環境 等一下他們會給大家一些這樣的警報 還有他特別是想要說 如果能夠通過我們這樣跟同學面對面這樣的互動 能夠有一個實習 未來的準備幹部這樣的機會的話 這很好 所以說我們在我上次 拜訪過他們 然後我還有更早之前的 現場會議的時候呢 我們就覺得說 應該要安排的時間 來跟大家跟同學 能夠做這樣面對面的一個這樣的溝通 能夠有什麼問題 直接的詢問這樣最好 另外其他的保存的同仁呢 也在下面呢 也有晚餐 也另外一個餐位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一下 那這段時間的話 我們先將那個 機器問題處理好之後 那就直接開始 那在此之前呢 我們先請周琳 來跟大家做一些活動 哈囉 同學 下午好 今天想先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我們等一下的流程啊 第一個就是 我們等一下會有一些簡介的部分 然後還有影片 可以讓大家了解一下 我們公司 然後再來第二個部分 就是之前 我們有跟老師討論過的 就是想說 希望有一個可以跟同學互動的環節 這樣 那我可以先了解一下說 今天這邊的同學 是大肆的開報局收下嗎 好 了解 那後面的同學是幾年級的呢 二年級 OK OK 新年級 大師朋友好 那今天我們第二個環節的部分 就是因為我們兩個 我跟唐小姐平常在負責的工作業務上 我們是負責做Nike事業部的招募工作 所以說如果說你們之後有想要應徵工作 或者是詢問工作 那就是都可以透過我們來了解 那今天我們也有留後面一些時間 就是可以讓大家如果有興趣 想要跟我們互動了解這片植物的話 都很歡迎 那如果有旅立 有準備旅立的話 我們也可以就是跟您做個小面談這樣 都是OK的 就是跟他同學比較傾向喜歡怎樣的互動方式 好 那就是第二階段的話 主要就是我們可以面對面互動的時間這樣 OK 那我們大概先 喔 有片來了 那我可以問一下 今天有人有帶旅立過來嗎 有的可以幫我舉手一下嗎 沒有嗎 好 沒關係 那如果等一下就是我們的互動的話 就是也是可以直接過來問 我們這邊的植物內容什麼的都OK 或是對公司想要有什麼了解 不好意思直接舉手問的 都可以私下問我們 各位同學大家午安 然後我想詢問一下 現在是所有的同學都聽到了嗎 好 那我們今天的話 就像剛剛周小姐有把我們簡介的這樣子的一個流程 我們主要會是先介紹寶城集團 Nike事業部的一個簡介之後呢 那接下來的話它會分成兩個面項 一個是主要是在我們的一個寶城集團的一個大致非常簡略的一個概況 去跟同學來進行一個就是稍微的一個簡介 因為寶城集團其實在做鞋子的部分呢 目前它的比例已經慢慢的在就是分散給其他的一個營運 那目前的話在做鞋子這一塊我們又分成四大事業體 所以說我們今天我們兩位就是負責代表的是Nike事業部 那今天的話等一下會跟所有的同學去介紹說 Nike事業部跟Nike之間的一個互動 以及我們在製造一雙鞋子的過程中呢 Nike事業部在這當中扮演的是什麼樣的角色 跟什麼樣的一個就是這當中的橋桿是什麼 然後去進了讓同學知道說在這樣子的事業部裡面有什麼樣的工作 跟我們現在最後會跟大家簡介的是我們今天特別來這裡這一趟呢 主要是想要跟各位同學去談未來的一個可能是就業的一個方向跟工作的部分 可以參考一下我們目前的一個海外培訓的一個計畫這樣子 好那就像剛剛有先說的是我們會先進行的保城國際集團的一個簡介 那這邊的話先跟大家說明一下的是在這張圖呢 可以看到的是目前的話呢 所有的一個就是保城的一個事業跟相關的一個就是它的一個經營的觸角 全部都是就是以統一用保城工業這個公司行號來進行相關的營運 那底下呢我們會分成就是製造也就是所謂的就是鞋業代工這一塊 那因為我們這邊呢除了有代工鞋子以及就是相關的一個製作之外呢 我們還會去涵蓋我們的一個上游廠商的一個協財的管理 所以這邊其實我們有自己的一個經營的一個皮革公司在中國 那另外的是在保鮮國際的部分我們的品牌叫做YY Sports 這部分的話就類似我們南部的話應該是叫做摩曼頓 那在中部的話就是微笑世界用品嗎 這樣子的一個就是代理商來進行一個就是鞋子的一個銷售 等於是說保城自己做的鞋子我們有自己銷售的代理跟通路 那這個YY Sports在新竹的巨城有一個概念店 那這主要的話呢現在是經營在中國大陸地區 那這邊的話我們也會去進行一個就是大陸的一個運動賽事 以及相關的一個運動的一個贊助的一個過程去曝光自己的一個經營處角 那最後是在一個房產服務的部分 因為保城機卡呢我們是在彰化路港起家的 那這部分的話呢在最後我們有在台中的部分設立我們的總部 這個總部的話它同時有進行一個玉圓花園酒店的一個就是經營 那這部分的話呢就是各位同學找我有興趣 在阿古達或者是一些非常就是平常可以看到的一個定房的資訊 其實都有在一間酒店的一個簡介 那基本上他們的一個營運跟協業 就是我們今天來這邊所代表的事業鋪 是分開體系的一個經營模式 那今天只是告訴同學說保城工業啊其實在城氣的過程中 它資金以及它的一個營運的運轉是採取一個風險分散的方式 那這部分的話像是去年在越南或者是印尼疫情比較嚴重的時候 協業這邊的一個衝擊量有比較大 那這邊的話呢我們就會利用其他的一個營運的一個部分 來去就是填補這一塊那讓我們維持整個集團的穩定 那這個穩定的部分也會跟我們後續呢 等一下跟你們提到的一個在協業的一個產業的特性 有一個很大的關聯性 那另外的話先跟你們稍微介紹的是保城集團 剛剛在製造這一塊呢我們有提到的是分成四大事業體 那目前的話呢我們可以看到下面這個部分呢 這部分主要是保城目前都有代工跟合作的一個就是品牌端 那先跟你們說明一下我們分成四大事業部 目前的話就只有Nike是獨立出來的 其他事業部的話會是由這幾個品牌去 依照他們可能是相關的簽約或者是他們的材料的特性 慢慢的把他們去混混混在一起 所以說Nike事業部是四大事業體唯一單一服務客戶的一個事業部 也是目前在台灣就是有一個研發中心 我們在彰化的福星工業區這邊有一個我們研發中心的部分 那另外的部分是可以跟你們提到的是 我們目前的話在就剛剛那四大事業體的話呢 會是在我們全球的分部的一個工廠據點 會是解孟免、越南、印尼跟墨西哥還有中國 那台灣的部分就是主要是作為營運的總部 那還有另外再跟你們提到的是剛剛YY Sports 在中國地區的話主要是進行零售相關的代理 那解孟免地區Nike是沒有設廠的 我們在海外的工廠只有在越南、印尼、中國 那目前的話Nike的專案因為配合Nike未來的一個十年發展計畫 我們在印尼地區準備拓展就是我們的一個場別 目前的話呢是正在洽談中 那洽談的一個過程是我們是否要在印尼建造我們的一個研發中心 因為目前的話在東南亞地區我們只有量產的工廠有五個 就是中國、印尼、越南加起來總共的一個數量 那另外的是以後的話我們會預計配合Nike的一個就是拓展的計畫 考慮在印度設廠這樣子 那接下來的話就非常簡略地去跟 以上是非常簡略地去跟各位同學介紹寶城集團的一個整體的一個營運的一個部分 那接下來我們會著重在Nike事業部 也就是剛剛有跟你們提到的是保存國際 那接下來是行業代工 代工下來的話又分成四大事業體的Nike事業部 這樣子的一個分法 那我們在這張圖呢主要是想要用來告訴同學們保存Nike 以及Nike之間的一個合作的模式 因為其實這當中呢就是這點我自己當初應徵保存Nike的時候啊 也是事後就是透過公司內部的一個資深同仁 去告訴我整體的公司營運跟配合 我才慢慢地去了解我們跟Nike之間的一個合作模式 那先跟大家說明一下的是 在Nike的部分呢他們會分成美國的總部以及台灣的一個就是Nike 那他們主要是分成設計類 也就是說他們會先給我們一雙鞋子的一個平面 或者是他們現在已經有3D繪圖軟體的部分 去進行一個鞋子的一個設計跟一個就是構思 那在台灣的部分的話我們會有所謂的研發中心的部分 這部分的話呢我們在廠區大概有2000位員工 那總共有五大部門 這五大部門的話就是進行鞋子的開發 那開發的部分的話等一下又會有就是我跟周小姐 我們負責的部門別又不太一樣 開發的部分第一個我們分成兩塊 第一塊是鞋子的一個主要的一個設計 就是把這個設計圖實現出來的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是屬於工業製造的部分 也就是說在代工這些鞋子的部分呢 我們需要怎麼樣去減少人力 還有提高它的產能跟品質 是Nike研發中心在台灣的一個就是使命 那接下來的話量產的部分會著重在中國印尼、越南 進行海外的一個就是量產 那海外的訂單跟海外的就是協款、版型、分配 都會是我們跟Nike這邊進行一個商討跟布局之後的決定 那最後呢我們會再出貨回到Nike 那這邊的話由Nike進行最後的一個行銷 還有可能是這雙聯名球鞋 他到最後跟這位球星簽署的相關合約 這是保存Nike跟Nike之間的一個大略的一個合作的概況 那同時間也跟同學去分享 但我們這邊工作的話算說我們這邊的一個工作環境是屬於比較 還是算說是研發中心 但還是屬於比較偏向是工廠式的一個營運 那我們等一下也會分享一下我們的一個公司 目前保存Nike在台灣的一個現況環境 給大家就是讓大家了解一下 那另外的一個點是我們這邊的話呢 大概平均每週會跟美國Nike開一到兩次的會議 所以說在應徵的部分的話 我們會非常的去著重在人選 也就是說求職者這邊是否能夠進行一個英文的一個 presentation 還有就是相關的一個就是簡報所要表達出這個會議重點的一個概況 那另外的是我們本身在就是福興工業區的這個廠是由Nike客戶駐成的 所以說這邊的話台灣Nike的一個人員是有在保存這裡面進行一個工作跟合作的 那另外是想要跟同學說的是在Nike品牌裡面其實又分成這幾個小組 那我們剛剛有說到鞋型的開發的部分 這部分的話主要會分成三大組別 第一個是Jordan 那第二個是NSW 那第三個是Performance 那這三大組別我們完全是比較Nike線型的一個分工 來進行一個對接跟就是成立 那這樣子的一個分工方式就是避免說 欸我今天在做一雙或者是開發一雙Jordan的鞋子 可是對接到Nike的部分 他們可能是同時間在做NSW款 或者是籃球鞋的部分 這樣子的話會造成一雙鞋子的一個就是設計混淆 跟概念的一個就是分散 那我們公司常常會就是老師傅常會跟我們分享啊 其實一雙鞋從它的設計一直到它最後變成一雙樣品鞋 也就是說在研發中心裡面 有人工的方式去進行鞋子的製作 這當中大概會經過300個人的手 那這部分的話呢就會由我們這三大組別來進行一個協助 那可以跟大家說的是這三大組別的一個風格 其實是非常鮮明的喔 在Jordan品牌的部分主要是著重在就是高品質的一個鞋塊 那NSW的部分主要是著重在快時尚 跟一個色彩鮮明的一個收閒鞋的部分 可能是板鞋、拖鞋、涼鞋這部分 那Performance的部分我們主要會是有一個 GFB這個是足球鞋的部分 那BB的部分是我們的籃球鞋 最後我們有一個是Nike近期推廣的一個 比較特別的一個叫做Nike by You 也就是說你們上Nike的一個光碗嗎 其實它可以看到說你可以自己去定制你自己的鞋子 這邊的話呢就是鞋帶要用什麼材質 然後這邊要用什麼顏色 或者是說你想要套用Jordan的哪一代款式 來進行就是細部的一個微調 都是由Nike by You這個部分來進行 那這部分的話其實要特別跟各位同學講的是 會有這個組別的成立啊 其實也是相當考驗就是供應鏈的一個就是靈活的調度 也就是說今天這個客戶他從保存這邊下單了一雙鞋子 那他要做一個少量的生產 那這個生產的話就是要全部依照他在訂單上面的規格去定制 那Nike就是保存Nike可以有這樣子的服務的一個部分 是因為上游的供應鏈的原物料也是由我們公司進行同胞的部分 所以說這部分的話 Nike by You是在我們公司特別有的一個組 那最後的話呢就是比較偏向是一個統整的部分 剛剛有跟各位同學講到的是啊 我們在海外的部分有五個廠 那這邊的話中國分別是一個 那下面這個小小的英文字母是我們的工廠代碼 那其實同學講到有興趣的話 那其實同學講到有興趣的話 可以把自己的鞋舌就是把鞋帶 鞋帶下面的那一塊翻起來看 其實我們在那一塊上面啊 這邊就是右上角的部分 會有一個小小的英文代碼 這個代碼就是他生產這雙鞋子的一個工廠別 那保存目前就是有這五個就是工廠 YS、VP、VY、IY、RY的部分 其他的鞋子的部分 就假如那雙鞋子它是標註這五個以外的代碼 就是非保存生產的 那這邊的話我們最後要用的總結是 就是我們在Nike事業部的一個副總長說的一句話 就是one team one go 我們是屬於一個團隊 在這個團隊裡面包含了海外跟台灣總部 那我們是只服務Nike的一個部分 那在四個國家裡面分別有五個工廠 那這就是目前保存Nike的一個概況 那接下來的部分的話呢 會有周小姐幫我們去介紹 在我們海外的一個生活 以及我們的 嗯 好 那我先稍微插播一下 就是等一下我們會先播放那個影片 去讓同學看一下我們目前在彰化的一個 就是工作環境 以及就是目前鞋子工業4.0的一個狀況 那接下來會有周小姐去介紹 就是我們今天也是來到會系想要去跟你們洽談的一個原因 是因為我們是希望在就是未來你們對於海外的一個歷練 跟海外的工作有興趣的一個前提之下呢 我們先來跟你們告知 或者是去很透明化的去傳播我們的一個資訊 包含海外的一個生活 以及我們的薪資的部分 海外跟國內的差異 還有最後是目前海外的防疫政策的部分 然後問一下 可以是海外的 包括海外的外覽 我們來做這些 我們來做彩虹 他們是網路的 我們都把彩虹 封印的 我們去到彩虹 那邊的地方 我們來做彩虹 我們去到彩虹 有彩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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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接下来的话就由周小姐开始为大家分享的那个刚刚所提到三大部分 那在这之前的话我们先放一下海外的一个族人他们的一个就是生活的环境 以及我们工厂的一个就是拍摄的一个纪录片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族人们的一个分享给大家看看 那个族人的一个族人我们会拍摄的一个族人的一个族人的这个性能 就是这个族人的一大部分的身份 如果你们要做这个族人的一个族人的一个族人的恶族人呢 現在可以看到這個是海外工廠的狀況 我們在海外也會將地區辦一些活動 或者是配合他們去做一些活動 我們在海外除了活動以外 因為當地人工的生活狀況 可能有些比較沒這麼忙 我們也都會有一些家庭或者是去關係當地人工的活動來做 這是他們之前的劇產照片 這是我們在海外的有志 我們在海外和其他有些地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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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